歡迎收看新聞大白話 我是主持人翟軒 馬上來歡迎一下 這個階段加入我們討論來賓 北京清華大學法學博士蔡振元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前國安會副秘書長楊永明 翟軒 大家好 推議少將麗正傑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昨天其實不光是 應該不是昨天 前天了 大家收到了這樣的一個 國家級警報 其實不光是全台灣都嚇到了 更被嚇到的是全世界都嚇到了 因為不是講說台灣 現在是最危險的地方嗎 但是外媒昨天 不是昨天啦 就是在1月9號這一天 就是明明全世界很多的外媒 關注台灣這一次選舉的 通通都到台灣了 為什麼警報就在這一天 會發送出來 那我們來看一下第一時間 吳釗希也在看 國際記者會的時候 哇 突然警報大響 你看看這個外媒的反應有多驚嚇 因為我們下面的英文 寫得有多可怕 我們來聽聽 我們有這個概念 我們在南西·佩洛西訪問時 當時飛機被射到島嶼 沒有緊急訊息問題 所以我第一次的想法是 這個應該是更糟糕 這個應該是更嚴重的 事情是很嚴重的事情 還是只有英文 我認為這類型的翻譯寫者 可以使出一些 《衛報》的記者說出了一大重點 他就說 其實連佩洛西訪台那時候 中國大陸發射的東風飛彈 都沒有發國家級的警報 這是外媒的一個既有的認知 所以當嚴重到你要用 Air Raid這種字眼空襲 然後還說有這個飛彈這樣子 Missile 然後Fly over Taiwan Airspace Oh my 你看台下在那邊 就是到底是不是應該要去躲了 已經讓外媒當場嚇得說 我們現在是已經到了像加薩一般空襲 要趕快躲起來 所以下面的反應是非常大的 也因此有後來很多的一些媒體講說 怎麼會有這個樣子呢 明明應該他們想法說 這是會發生更嚴重的事情 沒想到是顆衛星 所以很多的外媒都在這個時間點講說 台灣是不是亂了套 然後還講到底是飛彈還是火箭還是衛星 搞不清楚嗎 那中國大陸他們發射了一個衛星 結果台灣卻發布了國家警報 這個翻譯上面造成了非常大的誤會 也使得這個全球的媒體都在關注這件事情 真的是世界看見了台灣 這個世界也糗到 不是 台灣也糗出了全世界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連美國的一個專家都在講說 這個警報是台灣的過度反應 每天都有衛星飛過台灣啊 那這個外媒都來這個 結果就是你自己演了這樣的一個演技 鬧出一個國際笑話 那我們看到還有報導講說 台灣是發了這樣子的一個國家級警報 但是歐洲兩樣情啊 歐洲的太空總署 倒是歡慶衛星的發射成功 因為這次跟中國大陸科學院 他們一起成功的有這次的創新任務 那他們是在歡慶 結果我們台灣卻變成了一個芒果乾 那再來看看 連國台辦感覺好像回應都有點冷回應 就是人家問說 這個台灣這個有一點 好像驚弓之鳥般的 這樣發了一個警報 國台辦倒是冷冷的回應 就是用一個書面來回應 他就說發射衛星是年度例行安排 無關台灣選舉 那微博上頭有很多大陸的網友說 什麼是無病身影 這就是無病身影啊 萬萬又給自己加戲啦 所以我們現在真的是變成到處鬧笑話了 怎麼會這樣子 到底是誰想要導出這一部 這個芒果乾大戲呢 那我們看到國防部的發言人 昨天去到了網路節目的時候講 他說雖然衛星通過台灣 是在500多公里的高空 10來倍的音速 但是軌道異常發布訊息 這是必須要做的事情啊 那今天其實呢 本來我們在想說 今天會不會又有警報要來了 因為中國大陸今天還有兩個衛星要發布 一個在上午11點55分 那我們今天早上在開會的時候 我們也都屏息以待 想說會不會又有 這個國家警報要來了 然後1點半的時候 也還有一個衛星 那我們以後會不會變成 因為中國大陸不斷的在發射衛星 我們該不會變成一個 國家警報的日常吧 那後來這個國防部就說 沒有啦 今天就沒有要發布了 那妙的是什麼呢 昨天大家看到 這個蔡英文今天的行程安排 跟這個發布衛星時間一比對 這個發布衛星最晚是在1點半嘛 蔡英文今天的輔選行程 從2點開始 是不是 這個2點之後再安排 避免發生上一次 就是好像那個 演技不夠逼真還是如何的 就太過淡定 讓大家覺得很奇怪 是不是早有準備啊 所以反正今天也不發 這個警報啦 蔡英文的行程也都是在這個 衛星發射之後 才開始了 所以我們看看這個 綠軍的這個臉盲 軍盲啊 臉好腫喔 講的是誰 沈柏陽啊 他不是昨天出來護航說這個MISO是一個拋物線嗎 結果被國防部打臉 他說MISO就是飛彈 沒有任何的模糊空間 哇 這個排在這個部分區第二名的沈柏陽 被國防部給這個打臉了 那另外呢 我們看到陳永康也打臉了他 講說這個巷戰的事情 我們來聽聽看這個專家的講法是怎麼樣 台灣沒有巷戰的空間 你為什麼要讓他上來 沒有海灘可以上來 你打什麼巷戰 如果是共軍已經上來 台北戰早就停電了 然後Public transportation早就停掉 你跑去幹嘛 第二個高樓很高 你以為你當Sniper 對不起 No Uber Eats 沒有人給你送飯 沒有電 誰爬26樓 所以那個是Wish of Thinking 完全外行 好 所以他就覺得說 這根本就是一種妄想 完全外行的講法 說到了外行 我們也要提到一個 我沒有說他外行 就是余將軍 余將軍昨天在這個友台的節目 政論節目 他有一些新的論述 他說中國大陸發射衛星 我要用它原字 他是說中國 他說這枚衛星證實 中國從未停止統一大夢 他曝這個中共的目的 光是發射這個衛星 就是要告訴全球 我有能力用飛彈攻台 這個衛星可以跟統一 然後還有攻台發射飛彈 這件事情可以相提並論 再來他說 他發射這個衛星的目的 是要測試周遭國家 高空的攔截能力 他說這個中國大陸 中國發射衛星 飛越台灣上空 早飛第一次 已經是第三次了 所以真的退一萬步說 別人在發射衛星的時候 周邊國家是真的可以高空攔截嗎 我們等一下請教將軍 就是很奇妙 但是國防部現在看起來 就是這個事情是不是沒有辦妥 現在又開始再回來講氣球 就說這個飛越 魚飛越南台灣 因為大家以為上次那個訊息是越南 是不是刻意要講飛越南台灣 這個氣球飄過來 長達三個小時 還有講到說現在接下來 敵人威脅的手段會更加多元 那到底有多多元呢 這個軍事專家特別跳出來講 因為卡爾文森號要經過台灣了 我們看到這個張靖他出來講說 這個不要認為是在幫誰助選 更不要認為是在替誰撐腰 這個航艦戰鬥群就是正常運行 通過水道前往要打算去的海域 可不是來湊咱們選舉的熱鬧 是不是早就預判了民進黨的預判 所以先講說你不要再來操作芒果桿了 那我們先來問一下鄭元哥 鄭元哥怎麼看呢 這個國際笑話 如果我們台灣的將軍們 都是魚將軍這種水準 解放軍打台灣 簡直可以不費摧毀之力 因為他發現他的對手 是姿勢水平非常的低 就台灣來講有太多的雷達 包括鋪路爪來的雷達 整個大陸的所有的發射系統 都觀察得到 很清楚的 衛星發射平台 是在地面上的一個龐然大物 很容易觀察得到 但導彈基地裡面的發射平台 不是在地下的地窖 就是一個車載的發射 不會有一個龐然大物的發射台 樹立在那邊等著你攻打他 這是一個基本的軍事常識 什麼會有把它當作是它測試 如果測試不要忘記 今天在昨天發射警告 被台灣發射警報的衛星 有三個單位 一個叫做歐洲太空總署 這是哪個單位 這是法國主導的 第二個叫做馬克斯普朗克研究院 這是什麼 這是德國的中央研究院 然後再加上中國的科學院 三個科學研究機構 聯合要來警告全世界 告訴他們有能力攻台灣 這個邏輯 這個邏輯除了是智商真的很低人 真的還不太容易想得出來 丟臉丟到大了就好好說 對不起我們犯錯了 還比較誠懇一點 但是國防部有需要這樣硬著嘴巴 講說我們發現軌道偏離 你發現軌道偏離是什麼 是3.05你發現 為什麼你3.05我們不發布警告 你是拖到了3.16分才發布 那個衛星已經離台灣的 東方已經1000公里了 你在發什麼 在高空上已經500公里你在發什麼 你不鬧笑話 不要解釋 越解釋越離譜 用一個謊話想要蓋過 另外一個謊話是越蓋越丟臉 台灣從來沒有這麼丟臉過 台灣的軍隊從來沒有給台灣人 丟這麼大的臉 回過頭來 要談沈柏陽 我覺得有點浪費力氣 我們陳永康 未來的陳永康立委 實在沒有必要跟他談這個事情 沒有錯 任何一個所謂的城鎮作戰 也要補給 因為彈藥打兩發 當然很快就沒了 他講的當然是中午餐 那個狙擊手需要人家提供送飯 簡單講 彈藥要人家不斷的補充 要不然的話 一個單兵作戰 他帶不了太多的彈藥 這是一個現實問題 所以補給本身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但是有人沒有軍事常識 就整天在那邊吹牛 我勸勸國防部 犯錯就犯錯 坦誠犯錯 而且要告訴國人 是不是蔡英文的國安觀念 哪個人指示你們做的 要不然怎麼可能犯這麼荒唐的錯誤 丟掉所有國軍大連的錯誤 這個實在是 要坦白一點 一定有蔡英文的人告訴你說 發個簡訊 反正不要錢 這個大概花7000萬而已 不要錢 都是這些通訊公司付的 然後要來吹民進黨的票 你就坦白承認 好 請教將軍 我先把昨天這個飛彈整個過程 國防部真的很糟糕 你看這張圖 我們來做一個比較 跟各位做說明 你就知道說 到底是飛彈偏離了 還是說它本來 預定就是到那邊 這個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圖分成兩大部分 上面第一大部分是 整個飛彈發射的過程 第一節火箭 因為它只是衛星 所以它重量不重 它一節火箭就夠 可以把它推到天空中去了 所以它第一節脫落的時間 是2分32秒 它的火箭就可以脫落 我們這時候比照下面這個圖 老師 麻煩一下 你看一下它就在這個地方 第一個脫落點 它標得很清楚 這代表是第一節火箭脫落的點 是在2分32秒的時候脫落 第二節它脫落的就不是火箭 它脫落的是它的整流罩 大家看一下 是這個整流罩 也就是它把上面這個蓋子打開來 準備衛星要出來 這個脫落時間是在什麼時間 是在2分53秒的時候 它就把這個蓋子打開來 打開來以後 這個蓋子還會掉下來 掉下來以後 我們對照下面的圖 就是第二個脫落點 第二個脫落點 我特別要講說 它這邊會掉下來 為什麼這個整流罩可以打開來 讓衛星出去 因為它已經脫離地心的引力 它已經進入太空軌道 所以進入太空軌道以後 你就不是它的自由拋物線 緊接著就是什麼 就是它運行 在太空中它運行的軌道 也就是說如果說沒有 有地心引力的話 它是這樣子飛 到了這一點以後 它因為就是太空中的 自由軌道的運行 所以它就從台灣上空這樣飄過去了 之後距離 第一個整流罩脫落的 距離地面空間是卡門線 所謂112公里的高度 到台灣上空是500多到700公里 這個高度 它完全就是一顆衛星在天空中運行 天空中運行它的速度軌道 因為隨著它的軌道高度不一定 有的可能是一天我們所謂同步軌道 那更高 有的比較低一點 可能是兩個小時就繞地球一圈 所以它從台灣上空繞過是很正常 每天大概有好幾百顆衛星 會從台灣上空繞過 我覺得說你發布這種警報 你說怕這東西掉下來 我覺得747飛過去 你更應該發布警報 因為747不小心它那個機艙門 就掉下來了 第二個我講這個城鎮站 陳鎮站更是一個笑話 陳永康真的是很客氣 他講說這個26樓 你沒辦法送便當 我跟各位講 台灣哪一棟 六都裡面哪一棟房子 不是千萬級以上起跳 你才買得起 你在那邊設個聚集陣地 我告訴你 你不要送便當了 你那種大樓老百姓 就把你繳蟹了 對不對 像我們蔡伟源 他那棟好幾千萬的豪宅 你會讓人家設聚集陣地嗎 可以賠一賣給你 我跟你講最好的 這個陣地是哪一棟 知不知道 這次最好陣地就是海霸王 那一棟 蔡英文他家 為什麼 因為你看那一棟多好 在那個位置 上層可以吃針飛彈 中層可以直接瞄準 松山機場空降之敵 底層可以阻擊 基隆河要上來的這些 初級的共軍 多好的一個位置在那個位置 而且最重要的是 在海霸王裡面吃吃喝喝 不用擔心便當的問題 可以有吃吃喝喝 那看蔡英文這次 要不要把它捐出來 打承認戰 好辦法 好 都贊成 請教楊老師 各位當前天的下午3點14分 我們這個假警報發布的時候 你知道當下記者拍到了 蔡英文在幫就是高雄地區的地方 在做助選 陳清麥站在旁邊 馬上清麥聽到他的就是 iWatch的警報 他在看 所以那個照片拍到了 然後蔡英文去看 他就很鎮定的說 沒關係啦 我在這邊 那個是衛星不是飛彈 就事情沒了 我看的畫面 也沒有特勤人員跟他講 什麼事情 所以這個總統 發生了這個國家的警報 若是當真的話 沒有第一時間 他的特勤或者是國防部告知他 國安會告訴他 發生這樣的事情 這麼嚴重 你都要發全國的警報了 你總統還在那邊亮著 老神在在 我合理推論 這是原先預排好的一齣戲 他事先知道這個衛星的發布 會走過我們的ADIZ 而且當他發到高空的時候 其實已經過了叫卡門線 什麼叫卡門線各位 國際法的規定 領空大家大概就是到100公里 那就飛機已經飛到最高的地方了 甚至有的國家定160公里 也就是大氣層跟外太空之間 的這個分際 而這個衛星 老早在湖南 拋棄掉它的外層罩的時候 它已經超過卡門線了 到了台灣海峽之前 它已經進入到軌道了 這都是基本專業 你不要告訴我 國防部不懂這個東西 我待過國安會 怎麼會不懂 過去中國大陸去年 連續發了73顆 光這個月都發了 大概有將近10顆 軌道日期都是事先公佈的 還告訴我們說 原來這是人家 跟歐洲的科技合作 走向外太空的探勘 愛因斯坦探針衛星 探測黑洞外太空的 你把它當作飛彈 劉威時報就講得很好了 是飛彈 是火箭 還是衛星 就好像看超人那個電影一樣 搞不清楚 是飛彈 是火箭 是衛星 這個標題就是這樣子 台灣的混亂完全亂了套 而把它當作一出戲一樣在演 要引出一個中國界選 對不對 然後之後又說 這個發言人出來還說 把一切的責任 推給一個中將 一個中將在部會裡面 了不起算是司處長級而已 他可以做這個決定 我絕對不相信 國安會 連我以前做國安會 副民事長都不敢做這個決定 這個戲是排好的 我合理推論 對 所以現在外媒都發現 我們台灣真的是蔡英文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廣告就馬上回來